只需两种材料 超级无敌简单 准备一点熟的黑芝麻 还有蜂蜜 把蜂蜜挤进去过后匀 拌匀之后是这种有一点黏黏的状态 找一个圆形模具 把我们拌好的黑芝麻 放进去压平 压好后取掉模具 它就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圆了 把剩下的挨个做好 做好之后送入烤箱 150度中程烤10分钟左右 晾凉后就可以取下来了 摆拍时间 让我来尝尝看 香香脆脆 好吃好吃 快去试一下